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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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场而已吧 彰化剧场艺术节一场 花莲一场 然后云科大一场 目前三场 还有彰化 对啊刚算了 那如果把它拉场成五年的话呢 那可能有十五场 那好像也还好 好像还比不过我们 两个礼拜 所以大概有一百多场 然后总观赏人次会到高达八万 不是十万人次吗 八万到十万人次 所以真的也是遇到了 大大小小的五位 那我们要先来聊聊 上上周桃园展演中心 遇到的事情吗 就是为什么会做这一集 就是因为上上周遇到 出发点是因为这个事件 算是这五年来最奇葩的事件 对 大家都吓到了 也终于被我们遇到了 就演了那么多场 终于被我们遇到了 可以在那个清单里面打勾了 没有在追求这个吧 完成了 感谢他 而且他好像不是针对性的 他好像是无差别攻击 等一下我们什么都不讲 然后就讲这些 观众看不懂啊 下一个故事 听不懂 好吧 那就稍微讲一下 我们桃园展演中心 演出直男生3的时候 搞笑究星一出去开场 大家好 大家好的时候 竟然碰到观众闹场 这个故事应该要从我这边开始讲 对不对 游最会讲故事的 Coco来 好 就是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就是那一天是礼拜天 然后因为桃园我们是演五六日 对 然后照理说前台应该要很清楚 我们进场的时间 因为我们礼拜六也就是只有演下午晚上 所以他们应该知道 我们演下午会几点进场 结果那天我在12点的时候 就接到前台 官方前台经理的电话 他说 诶 陈小姐你们今天就是会几点进场 我说 我们就是跟昨天一样时间这样子 他说 那你们会有票口的人员吗 我说 没有 因为你们就是现场有两厅院的票口 我们这边就是没有贵宾票 所以我们也不会有票务的人员这样子 然后他就有点支支吾吾 我想说怎么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们就是这一年来 就是有一个奇怪的阿姨 就是都会到前台 就是 闹 就是要希望团队给他们 就是很便宜的票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 哦好好好 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件事情 然后结束之后 我就问他说 诶 所以这个人就是只会在前台闹吗 还是他就是进场看戏之后 就是也会就是 闹场 对闹场还什么的 他说哦 不会不会 他就是会 他会 他说他会就是买很最便宜的票 然后跑去第一排做 可是因为我们家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家前排 就是前去几乎都是卖完的 对啊 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想说 好好好 那他就是一个 会在前台闹的 呃 的人台限定 的观众 的观众 听起来像是flag 他从来没有在进场闹过 只有在前台闹 如果是电影的话 就知道 哦这个人接下来要闹 对对对 然后呢 我就跟他讲 就是我去的时间 然后他就跟我说 哦好 然后结束后来 就是我 就是进场的时间 我就去嘛 然后我就在那边 布我们的那个周边商品 然后就 因为 淘宅的那个大厅很大 是连路人都可以走进来 他们验票的地方 是在 那个剧场的门口 然后就有阿姨 就是 是那个前台经理 讲述的那个 穿着的样子 传说中的人物 对 然后他就大烈烈的 这样走进来 然后跟我说 呃 你是剧团的人吗 我说对我是 我说有什么 可以帮你的吗 他就说 叫你们主管出来 直接找主管 对他就说 叫你们主管出来 一下就要见最高级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就是行政经理 有什么事情 我可以帮你 找到了 我就是主管 找到了 我的行政经理 这四个字 终于派上用场了 第一次说 今年 然后他就说 我要买票 我说要买票的话 那麻烦你去旁边的票口 我这边没有机器 找主管只是要买票 对啊 对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就开始跟我讲大道理 他就讲说什么 人家什么剧 他讲了一个很大的剧 我忘记了 猫 对对对 他好像说猫 猫 然后我就跟他说 这闹得多厉害啊 然后他就跟我说 就这样讲嘛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那你可能要去买猫 他说猫我已经买啦 然后他就跑掉 就颅那个票口的人 我看他颅了很久 反正就不在我面前 我就没理他了 然后后来又 咚咚咚跑回来找我 然后我就心想说 我就是跟你说 我没有优惠啦 对啊 反正后来就是 他就是要跟我颅 那其实桃园有一个桃园市民卡是九折 然后我们家麻吉金也是九折嘛 然后我就想说 好啰嗦 我就赶快打发他 然后我就跟他说 好啊 那你可以打九折这样子 然后他就买了一个三排边边的票 结果他进场之后 给人家坐在 好像二排还一排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那个第一 那边的观众迟到 对对对 他就直接坐进去 对 然后反正他就买了票之后 就乖乖坐在旁边等 然后开始入场之后 他就是也好好的走进去 然后而且我还就是 偷偷跑进去 看他有没有坐在他 该有的位置 自己的位置上 结果有哦 然后一开演 他就他就又跑掉了 嗯 然后一开演 李云轩就传讯息来说 完蛋他开始闹场 就是他开始大吼大叫什么什么的 我们演一次闹场的感觉 哇 我演那个阿姨好了 好 大家好 我们是搞笑最新的好 那我演梗玄 那好 那好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吵饭 那好 搞笑最新的好 开心的 哇 今天的观众非常热情 而且我刚刚出来说好像蛮大声的 第一排观众好像还要被我吓到 谁吓到谁吓到 一直都不好笑 谁吓到啊 什么什么 一直都不好笑 谁吓到 赶快讲那些笑话 我们还没开始演出 一直都不好笑 赶快讲啊 当然 因为我们还没开始演出 怎么会好笑咧 快点啊 好啦 最近要开始了 阿姨阿姨 阿姨好 OK 我们最近要开始了 好 那最近啊 因为我去割了盲场嘛 对对对对 我上次也当了一下薪水小偷 没错没错 那我那时候割盲场的时候 大家知道我要剃毛嘛 就肚子这边 就没想到两个护士呢 剃剃剃剃剃到最后 他对我说一句话就说 说什么呢 这有什么好尴尬 请问一次面白大丈夫的董萱 因为你前面要说 就有点尴尬 就有点尴尬这样子 哪有尴尬 又有点不好笑 赶快讲好笑的事情啦 就是 有点好笑一点啦 然后这时候连我自己 都有点生气 我的梗被破了 因为后面那个 我是面白大丈夫的董萱 讲出来 其实观众就已经被打断 那思绪完全不在上面 不好意思 你是面白大丈夫的董萱 你刚才说你是梗萱 对对对 所以梗萱就开始生气 就我是面白大丈夫的董萱 就这梗被破了 反正就是 因为在台上也没有 很听得清楚 还在讲什么 对 我们不管说什么 我们两个说不到三句话 他就会一直 讲一直大叫 对 大叫到连旁边的观众 都可以开始跟他吵 就是说你不要吵好不好 你安静一点啦 然后讲一讲 然后他就说 什么叫我安静 我这是剧中剧 你们没听过吗 然后我就说不是哦 我们是漫才剧 不是剧中剧 就算是剧中剧 观众也不可以这样吵 而且观众也不是 演员的一部分 剧中剧是 演员可能坐在观众席 跟演员互动 反正没有一个剧 是观众可以这样一直叫嚣的 对啊 然后后来叫一叫 董萱就有中间就有说 如果 再这样吵下去的话 我们就请工作人员了 对 这时候他反而笑 哈哈哈哈 好笑好笑 然后我就说 然后我就说 这里反而笑了 他说哈哈好笑吗 对对对对 真的哦 他应该在讽刺 对他应该说 哦好笑 因为那个时候 我记得董萱就说 现场有没有工作人员可以 然后他就哈哈哈哈好笑 我觉得他应该是在酸 就是 请工作人员好笑 怎么可能啊 我觉得那时候应该是这样 反正后来还是讲了好多次 对 一直讲 然后董萱就发表了 我就我就做了一件 哦我人生当中一直很想做一件 你打勾了吗 请阿荣就请我们技术 把场灯全部打开 然后我就说 我就跟观众说 不好意思 我们真的要重新开始的 因为一直有个人这样子 所以来 把灯打开 来我们请这位观众朋友出去 哦好 谢谢光临 谢谢光临 其他观众这个时候都在欢呼 对啊 拍手了 因为他他真的干扰到大家了 对啊 因为主要也不是说 不跟他互动什么 而是我们才讲一分钟 跟他讲三分多钟 我们整出是九十分钟 而且你要照顾一千多的观众 我怎么可能为你一个观众 去更改我们的东西 当然啊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他请出去 这个时候前台已经忙翻了 你们知道前台有来警察吗 警察 对 就是他们好像 Police man 因为这个人就是已经在那一区 闹了很多次了 然后我们演艺厅旁边有一个图书馆 那个图书馆已经禁止他进去了 因为图书馆就是一个很安静的场合 然后他好像就是常常就是打扰到里头的人 对 然后警察就是后来也有来 然后官方还帮我问警察说 就是如果我们要跟他索赔的话 要怎么处理 然后警察就讲了一个很啰嗦 就是很麻烦 然后我就心想说你们应该没有要吧 然后我就跟警察说嗯嗯好好好 然后官方就有点有点懊恼 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他就他就觉得就是很对我们很不好意思 就是他你看他前面明明就是跟我讲说 哦没事没事 对 只会在前台 打他脸的感觉 嗯对啊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就是他一直以来也都是这样 嗯也没有出过什么事 没想到就在这一场发作 所以他说那个前台前台的经理其实跟我讲说就是 他们就是也没有办法拿他怎么样 嗯但因为经过我们这一次之后 他们的确他影响的确影响到演出团队 对啊 这就是利利弗雷格的可怕 嗯 所以我不该问的是不是 不是他不该说他没有在场内闹过 对对 好可怕 就是我觉得他讲了之后才闹 才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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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在旁边听到 好恐怖哦 说我没有闹过 我都知道我跟你看 好笑 讲啊讲啊 太好笑了 这是剧中剧 然后但是我觉得呃有些我自己觉得庆幸好险他是在我们第一段就闹 因为他其实坐到别人的位置 我很怕我们他如果第一段没闹 然后第二段开始有人进来 因为他第一段迟到嘛 可能有些人第一段迟到 来了发现他坐在他的位置上 那边一定扯下来 谁叫你迟到啊 对啊 在就业服务室第二段的时候 他在我们宫内 可是他解决的啊 你有提到土报纸吗 没有还没 他讲你们土报纸哦 他说只要看啊 是个土报纸 就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人就是在馆方之间就已经很有名了嘛 然后那个就是就有人就是拿那个他的脸书来给我看 也没有给我看 他就是给我看他的账号 然后我就自己去看 他大概两分钟就发一个限动 两个分钟就发一个限动 然后就讲说什么 四个无聊的大叔 然后怎样什么什么 限动 剧中 对啊 不是限动啦 脸书的po文 是在改编我们的MV歌词是不是 四个无聊大叔 很可怕 然后来看面白就气数 他就说只有20分的水准还敢收门票钱倒霉的钥匙 然后他说人家纽约林肯30年前就有剧中剧 这些人自称表演工作者 还觉得被打扰 纽约林肯 觉得被打扰 怎么想来看面白 我们才被打扰 我们才被打扰吧 大概就是这样 反正就是一个奇怪的人 可是有些观众可能会听到Podcast 可能觉得你们怎么会放这种观众入场什么 但其实坦白讲 如果他没有闹我们也没办法 他就说买票 买票的人就是能进来 他就是能进来 以前还有那种在剧场看戏看一看 然后有那个讨债的 在观众期 你有遇到 我是听身边的人讲 因为是我们认识的演员 然后他们家欠债 欠债 然后结果讨债是直接买票进观众席 他还付出了 而且他两场 隔天他们也买 他爱上了 再多欠了一些钱 对啊会不会先写在他的奢账上面 但是好像第一场 闹完第二场就有人发现 然后就有跟他们讲 然后他们好像有 就把戏看完了 真的 太好看了 所以看戏真的可以讨厌 这是后来人家传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真假 真的吗 可是他的闹是怎么样闹 是人家也是演到一半 这样说 谁欠钱不还 对啊 然后好像还拉布条 真的喔 那我们就跟上次鸟屎那个 站到舞台上 同一件事吗 好像听说是站到舞台上吧 到舞台上 我们那时候去上台之道的时候 鸟屎说他们 那时候有一档戏就是这样 然后他 刚好选的cue点 非常之精准 就在人家好像中场休息之后 然后一开场 他们就拉红布条 说谁欠钱不还 然后站到舞台上 然后人家都以为 这是表演的一部分 他们声音也很洪亮 应该是看了第二场的时候 才抓那么短 喔对 有可能第二场才闹 第一场先去敞看 这个可以拉一下 红布条 那后台也太 管制的太不严格了吧 他好像直接跳上舞台 直接从观众席那边 跳到舞台 冲到场地裸奔那种 你很爽吗 那时候赶出去 那时候我觉得 因为我刚刚已经先说 如果你在这样下去 我们可能要请官 那个 管方人员跟工作人员来 然后讲完之后 再下一次他再犯的时候 请灯打开的时候 我已经发现云轩 已经站在他旁边录影搜证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 管方的经理 对 我会觉得哇 我好屌 哈哈哈哈 我已经都准备好 才叫人家开灯的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担心 我如果叫人家打开灯 会不会没有人打开 会不会叫人家 请他出去 没有人咬我 但你很屌 你就觉得 我说什么好像就会有人做一样 就会有人做到 像是皇帝 对 但是你那个时候是凭着怒气 我凭着怒气 但是就是还是得压抑住 因为不肯真的对他生气 不能屌他 生气没有用 对啊 里面有个金这样 因为我觉得被破梗 是我的整个怒气值 就打到max 他也没有破梗 他就一直在干扰你 对啊 破坏节奏 破坏节奏 我就趁着那一股怒气 我想说好吧 那就真的请他出去 但是我那时候心里觉得 有点有趣 有点有趣 因为他一定会出去 一定会赶出去的 但是居然被我们遇到了 一定会出去 你说 这个人 这样子 一定会被我们赶出去 这个时候你说了什么话吗 他什么都没说 我有说 就是 他在编出去的时候 我就编跟其他观众说 大家运气很好 我们演了五年都没遇到过 那在出去之前呢 出去之前 你就觉得他一定会被请出去了 不一定 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收手 只要他收手之后 我们应该就不管他了 对 其实我也觉得他如果 有被警告过一次 他就点点 我就觉得还好 可是他一直在讲 一直讲 因为我们前面确实像是 跟观众闲聊 如果开始讲段子的时候 他还这样 那势必一定得出去 你可能就会冲下去踹他 跟你爸一样 踹破那个门的力道 踹错人 哈哈哈 我甚至一直在想 是不是因为我们表演形势的关系 所以他才会在我们这一场闹场 就是人家如果就是 都是比如说像 剧那样子 就是哦 就是有剧情的走下去 不是像 第一段漫才这样闲聊 他是不是就会 哦 而且好像有一说是 董轩那时候吓到了观众 哦 因为我有 因为我那时候出场的时候 我看到第一排 有观众这样子 但是第一排也不是他 嗯 然后我就有稍微说 哦 不好意思 刚刚好像我出来 太大声 好像让第一排观众有点这样子 然后他那时候才开始 嗯 发难 然后董轩就以为他要跟他互动 对对对对 那时候我们在后台会觉得 哎呦 这场的观众还蛮好的哦 对而且他尤其又做到第二三排 我一度以为他可能是铁粉 或者是很常来看我们演出的人 想要抛一个梗还是什么 就一听发现 哎好像不是哦 是真的来来来闹的 越听越奇怪 对 但这件事情后来就是有粉丝 好像有讯息我们 他说那个人看起来就也没有怎么样啊 出去的时候也是很理性的走出去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对他 哎 有 有这种风声哦 我们有收到这样的讯息 他的小账吧 然后他就 我觉得应该是坐比较远的观众 就是他可能不知道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全场观众都拍手了 他还觉得我们是做错吗 我不知道 因为后来我也没有跟这个观众就是 argue 还是那个观众根本不在里面 哎没有啊 他说他看起来像是直直的走出去啊 可是直直的走出去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是 就是我我你叫我出去我就出去 我不是被你嫁出去的 那代表我很理性啊 你叫我出去哦好吧那我就 不是啊他在被出去之前的事情很不理性 对啊 但那观众就觉得我愿意走出去啊 而且 可是他没看到是一刚才请他出去的时候 他有 argue啊 他有说我为什么要出去 对啊我有付钱 对啊我有付钱为什么要出去 对啊 爛剧 他是个图包子谁要看啊 对对对 泰国人 只有一个吧 只有一个吧 而且还没看到他 对啊 真的耶 所以什么样怎么做都会有人不满啊 哦对啊 嗯 啊但是我一定是要照顾全 大部分 大部分的观众啊 对啊 这次不只是大部分吧 99.999 对啊 他刚好是那个0.0001 我们场子里面有多少人啊 你们在讲保险套吗 刚本001 对啊 这个事件就是这样子 所以也确实也让我学到一件事 因为其实我有点抓拍准那个时机 到底什么时候要开灯 这个其实在我内心当中 有挣扎过 就觉得啊 需要做那么绝吗 这样子把人家赶出去 会不会其实对面白的印象 会觉得 你们不是喜剧吗 应该是要用喜剧的方式 来化解这件事啊 而且我 而且是要我做吗 更像好像 不想要这样做 没有我觉得 当下一定会觉得是我要做 哦是哦 对对对 因为是我在生气而已 而且你做也比较合理啊 对因为是团长 一团之长 可是如果是 我们在台上 然后你在台下的时候 发生怎么办 你会冲上来吗 你说 哦你们两个在讲慢材 之类的 反正你不在台上 如果是你们两个 我感觉到你们两个已经 不行了 可能可能 应该会私讯阿龙 对 私讯阿龙 然后请他开灯 那在后台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如果 现在再让我选一次 我应该也是会走出来 你真的拿麥克风走出来 没有我吗 哦 我说阿龙把我麦打开 就我就会走出来 跟观众说 啊不好意思 这个好像我们碰到一个很难解释的事件 那我们可能这一段必须从头再来 啊我们请这位观众离场 水 我觉得我应该也是会这样 请这位演员离场 我 是我在绕场吗 因为很多观众还以为 那时候我讲一个小梗就说 小梗嫌喔 让观众还以为 他是我们say的 就是第一次进到剧场 还以为他是我们say的 就根本不是好不好 所以真的有观众以为吗 应该 我觉得应该有 因为讲到这个时候 观众有大笑 就觉得好像有一些共鸣 然后在这之后的演出 董萱每三分钟就 调侃那个人 因为我觉得这一定要拿出来讲一下 很有效果 那场的反应后来都还不错 对就还不错 幸运的 诶好幸运喔 Haki 其实那时候有想到 如果他一直死不离场 我们就让他死 那话怎么办 警察会来啊 可是警察会来等于就是 他就耽误了所有的演出的 可能会弄得很难看 就会半个小时之后 我会那么久 例如说像 可能像之前那一个事件一样 等一下我们也会讲那个事件 哎呦这个影的不错喔 第二个事件 来了 什么事件 要直接就讲吗 所以那件事就OK了吗 差不多 差不多啦 还有一个是 他后来离场之后 因为警察其实已经在外面等了 但他好像熟门熟路的直接溜掉 没有被警察就是抓到 因为其实还没有开演之前 官方就已经有跟警察讲说 有这个人了 然后警察就说 那他如果有什么很夸张的行为 你再立刻跟我说 那那个派出所 其实就在演艺厅后面而已 其实警察很快就来的 但是因为你知道 那附近他很熟 就是演艺厅跟图书馆 然后中间好像还有一条什么路 他就咻就不见了 他不是怪刀基德吗 好帅啊 在来之前有预告了 抓了之后还抓不到 好可怕的欸 下次我们演艺厅就留一张纸条 这次我会在哪一段 还po在网路上 骂我们的剧很烂 下次这个四个大叔 准备被我们闹到翻掉吧 而且不是你们抓着他出去的吗 他怎么溜掉的啊 有抓着他 没有抓着 就看着他出去 是喔 对 直接看着他出去 可是听那个观众说 有坐那附近的观众 他一刚开始就说 那个观众看起来就怪怪的 就是他坐在那边 然后一直在抠脚 是喔 对对对 就一直在抠脚 而且他好像一直有在睡念 就是嘴巴念念有时 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观众就 也是不以为意 就知道 他开始真的 闹场之后才发现 这个人真的是怪怪的 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很生气的走进来 然后跟我说他的拖鞋坏掉 然后在抱怨这件事情 他不是在抠脚 他在修他的拖鞋 拖鞋 不然他怎样不好跑啊 哈哈哈 他等下留下证据 怪到记得还强 只穿拖鞋就来了 他就还溜走了 对 所以这也是 很酷的一件事情 那上 下次 上次那个事件 上次那个事件真的是 更猛 我觉得这个可能一般剧团也没遇过 嗯 真的只有我没遇到 保存那个吗 保存那个时候穆森在了吗 不在 那时候不在 那2020年还2021年的直八吧 这么久了 我还记得是直男生八 为什么 因为那一段 对啊是直八 因为那一段 我就一直记得就是说 我那个直八有一张床嘛 在那边 然后我是 准备要演出的时候在那边 然后因为处理的事情 处理的太久 我还坐在那张床上面 就等一下 对是在我们要开眼前发生的 对对对就是也是 搞笑就先准备要出去 再放announce 就说 啊请各位 直男人生 然后准备要放头一幕的时候 整个三明三暗 三明三暗 到第三个明三暗的时候 那cue点很精准的 突然间观众席发出说 救命啊救命啊 有没有医生可以帮忙啊 救命啊救命啊 我旁边的人昏倒了 救命啊救命啊 是救命吗 对是救命 我记得是 有没有人可以帮忙一下 现场有没有医生 现场有没有医生护士 真的像飞机上一样 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想 不是我们的cue点啊 然后观众也都 不晓得发生什么事 然后灯也按一下下 然后阿隆好像有感觉到 就在把灯打开的时候 有一位观众 他的朋友 坐在他旁边 突然间心肌梗塞 整个人呈现昏迷的状态 对 然后现场的 好像有护士也有医生 就赶上去救他 然后因为台中教育大学保存厅 其实是属于阶梯式的 他有点睡在 昏倒在里面 其实有点搬不出来 因为他比较快 好像又很高又很快 所以整个卡在那边 然后也没办法对他做CP 所以整个情况变得非常紧急 然后后面还动用了AED电击器 真的AED电击器 然后真的叫救务车来 拖了30分钟救务车来 然后整个弄完之后 好像已经45分钟 过45分钟了 我记得是下午场3点半要演出 然后我们到4点10分才正式讲第一段 这个东西最困扰的 那一天发生最困扰的事情 其实是因为保存的入口是在二楼 然后救护车什么的要进 其实很难 然后后来好像还走了后面的电梯 还什么鬼的 然后弄超级久 然后因为也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然后管方找AED找很久 然后找不到那个东西 然后还没有人会用 对 被保存偷走了 很可怕欸 不可能啊 很可怕 然后我还打给我教练说 AED要怎么用 AED要怎么用这样 然后他说那什么东西打开 然后远端教学这样子 很恐怖 我好险当天那个厂 只是有护士跟医生 好像还可以做那个CPR 级的救助 对 如果有医生 医生就会用AED了 哦 对耶 对 所以现场有真的用到AED吗 真的有用 好像真的有用 但没有听到什么 因为我们都在后台 我都在侧台 侧台 然后因为是第一段嘛 然后还有一些迟到观众 想说奇怪什么不能进去 然后乱七八糟的 对 而且他不是很大支吗 对 所以很难 很难搬运 而且他还坐在 哦 保存眼一听的那个左右两侧 是有墙的 对 他们是坐在那个墙的旁边 从一边进去而已 搬运出来很 很恐怖 他是属于那种 连设有那种一百多 快离两百公分 然后一百八几公分 一百多公斤的那种 嗯 那种体型 所以在这件事情之后 我买的票都买走道 觉得走道比较安全 确实 而且真的好险是 在开眼前有发现的 因为如果是开眼后 你连朋友都已经很专心在看 我怎么知道你是睡着了 还是真的身体不舒服 因为他心肌梗色 也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嗯 他应该有可能是倒到别人身上 然后他想说 诶奇怪怎么都叫不醒叫不醒 整个瘫软 对 整个瘫软 然后事后我也不敢去问 就是到底 因为他到离开都没有醒来 都没有醒来 诶不是啦 他是直接被 他是被 抬走了 送救护车 他没有醒过来 都都没醒来 对啊就是送医 他完全没有醒过来 哇 然后就一群人就浩浩荡荡荡 就跟抬这样 对 然后后续 好像有他的 呃算亲友还是谁 有来询我们 就是说 保险 对保险的事情就是说 场地有没有保保险啊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那时候 呃场地就是管方自己保的保险啊 我们也不会有额外 而且这个坦白讲 就算有保也保不到 也含个不是公共意外 对啊这不是公共意外 他不是摔下来 还是什么 因为他是心肌梗色 不是场地造成 对对对啊 健康的问题 所以没有办法用这个保险去赔偿 对啊 所以这个就算有额外多保什么 好像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唯一检讨应该就是场馆的应变处理能力 没有平常没有准备 但我觉得这个 这个也真是蛮难 如果真的从来没遇到过的话 但那时候我在后面听已经觉得够快了 嗯 因为其实就有护士冲上去 嗯 检查啊什么什么什么 对 不是完全没有人处理这样子 酷喔 所以我完全不敢问那个人后来怎么样 其实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 我们希望他没事 对对 希望他健健康康 所以他正在听我们的Podcast 哎呦 对啊 说不定他留言 其实我就是那个 对 你们不只是搞笑 还是人命救星啊 哈哈 那不是我们救的 我们根本还没出去啊 哈哈 那都是在你们发声前 哎 白痴喔 林沐沙 空气救星喔 我想说你们讨论正恶劣的时候 大家都要昏倒了 都放一下啊 这是密闭空间 有冷气啊 然后 这个比 呃其实 这个比那个 前面那个闹场还更难 对 这个 因为闹场其实 赶出去大家很high嘛 你就可以乘着这个气势 对 而且可以拿来讲梗 可是发生那个 30分钟 最后 担架扛出去 大家的心情应该都 对 忐忑 这时候出去的时候也是 就是只能祝福啦 对 就是啊大家 如果等一下 演出过程中有不舒服 马上 跟我们说 不用怕打动 没关系 对 真的是 但我记得那场后来的反应 也还蛮好的 对啊 那一场 因为前面就delay了嘛 那一场还蛮多观众先走的 因为表定的时间 结束晚很多 对 对对对 但大家就是都是 不好意思后面真的有事 然后就跟我说 我们要先离开这样 不行 好险他也没有后来来退说 啊我少一段没看到要退票 你说观众吗 那真的太过分了 对啊太过分了 大家就是很能体谅啊 但健康真的很重要 善良 对啊轩哥你不要再那么大肢了 好 所以我就从那次之后 我就开始减肥了 是吧 最近不是谈回去了吗 对啊最近不是谈回去了吗 还好啦 还好 你们不用担心了 歌盲藏 然后第三个是 这个就小 就小一点 这个就小一点 这个就小一点 这个就小一点了 是什么 在去年 除夕 我们在台中的慧孙堂 办自然生物 对 哇 这个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忘记了 我有去吗 有有有有 怎么可能有你没去的 几个字 你前一天还吃牛饿館 上牛饿館 对啊 牧生也在嘛 牧生也在啊 他来顶替老师的啊 救火 不然我们怎么会开到慧孙堂 哦 对对对 顶替老师太 就是那时候 牧生很紧急 然后差点忘词的事件吗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 这个每次都是发生在开场 因为那次 慧孙堂是四千个位置 但我们没有卖那么多 但最多的那一场 也卖到了将近两千 一千九 快两千人 那慧孙堂那个时候场馆 是怎样 那个 忘记了 那个大厅 大厅的外面就是最大的那个门 本来要给官司施工 所以在施工 讲一下慧孙堂的地理位置好了 他是位于中兴大学校门口 一进来左手边的一个场馆 然后他的主要入口就是 你大门一进去往左看 就可以看到那个门 就慧孙堂这三个大字底下的那个门 对就有门 但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前面在施工 所以呢 管方就说那个门不能走 所以他就要引导到 往后面走左转的那个门 一个小门 对 然后而且因为我们人流很大 低进不来 那个时候因为在疫情 所以要实名制 封掉了 最麻烦的 然后要量体温 第二是什么 是你没有从大门进来 你没有办法很明显的看到单号 往左手边 双号往右手边 对 你从后面那个门进来之后 你只看得到 喔双号往这边 可是你找不到单号的门 所以就乱成一团 乱七八糟的 那时候开演的时候 因为灯是暗的嘛 但是大家都在拿 手电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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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上去就像看萤火虫 哈哈哈哈 一堆手电筒在那边晃来晃去 也很像演唱会 而且那一次我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我们好像 演了十五分钟才开始 对 演了十五分钟 我记得也是半个小时 他说他记得很清楚喔 应该有半小时 好好好 你记得比较清楚 然后反正那个时候就是 好 实在不能再等了 我们就开始演 那就观众 噢噢想起来了 在底下 大喊 大喊说上面的不要再演了啦 终于 声音超级大 对 那时候大到就是 成 我还一度以为我有幻听 但是我 对 然后我下台之后跟他确认才 噢他真的有讲 真的有没有讲那句话 噢因为你们就是忽略那句话 因为就只有一句而已 那时候他讲完 想要不要 要不要回应他 可是 想要就算了 嗯 然后继续讲 但他后来 除非看他之后 他后来就没说 后来就这样过 对 他也理亏了吧 那一场真的是乱七八糟 从此以后我的生命中 没有慧孙堂这三个字 对啊 然后最重要的是 就那个 管方其实是有点死不认错 他就说 噢没有啊 那个当初你们借的时候 有跟你们讲到施工什么 可是最重要的是 你怎么会选在演出当天 呃 呃 你不仅施工 然后整个地都很泥泞 嗯 根本不肯从那边走 嗯 对啊 你怎么会 呃 在我们要办演出的时候 选择在那几天施工 而且你们 藏 那么大 最重要的是 还要自己找交管 对 对 因为学校他们的进出 是需要交通警察的 然后 其实不是我们找 是我们委托学校 因为他们就是 有跟那个分局 就是可能有合作 然后就是 噢这次我们又有活动了 然后要几个来 那些交管的钱 然后他们的便当什么 全部都是我们付的 对 然后重点是 就是因为学校场地 本来就比一般的演艺厅贵很多 对 然后还给我出这个包 真的是大爆炸 然后最重要的是 他们连里面 连垃圾 你都要自己带走 哇 就是我 你出这么一大笔钱 我真的只是给你这个场地而已 拉的屎都要自己带回去 对 那真的要把灯打开 把校长撕出去 哈哈哈 真的是气死的 好扯 那天第一天演完之后 我是 不是 那天好像是演 我们好像是演六六日 对六六日 没有五对不对 然后礼拜六下午那一场演完之后 我是哭着去书店买海报纸 因为大家找不到蛋霜好 然后想说要做一个大牌牌 我就 然后就很伤心跑去书店买东西 但是迷路的人一样 然后那时候我们好像 就有紧急做一件事 就是说今天这一场 嗯 之后如果要再来看的 好像一律半价对不对 好像给一个 有到半价吗 反正就是有 有有有有有 有给折扣 有给一个很大折扣 我记得是半价 对 因为如果只是七八折而已 感觉就很没feel 好像是给半价 那很多人用吗 我记得好像不少 蛮多的 我疯狂的在回私讯 对 很可怕 嗯 那这也是印象深刻 不错耶 嗯 应变能力都蛮好的 嗯 希望台中的场地更好借一点 嗯 对 歌剧院都不借我们 有啦有啦 歌剧院已经有要给我们 只是我们时间搭不上 我觉得渐渐的有 渐渐的有感觉 我们 只差国家戏剧院了 国家戏剧院 国家戏剧院 对啊 惠生堂是目前借过最贵的 的场地费 惠生吧 嗯 哦哦那时候我有说啊 说我们演了三场 场地费是一台国产车啊 对你有说过 可以这样子讲吗 对对对 国产车不知道说了几遍 但是 但是你也不能这样算 因为他位置很多啊 对啊 对啊你好像也不能 跟一般演出场地这样比 只是就是觉得他就真的 只是给你个场地 然后剩下事我都不管了 嗯 然后最重要的是好 你剩下事不管就算了 你还扯我们后腿就是把 那个 还给你个怪手 给你个怪手 挡在路中间 然后把地弄得泥泥 没有路中间啊 停在角落 应该是很多台国产车啦 对很多台怪手 嗯 嗯 然后还有一件事 我也觉得蛮特别的 在桃园 中央大学 那个时候 哦 我还没来 你那时候你们 而且是你的事 而且是你的事 你的事 你们的事 我的事 就你们两个在讲慢财啊 郭敏 哦我想起来了 什么啊 郭敏有人在讲慢财 然后他们那一段是火灾的段子 对对对对 哦 你想 哦就是 我们火灾的段子 有一段好像讲到什么 失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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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场馆的火警 就在那个当下 直接想起来 哈哈 哎哎哎哎哎哎 他是声控的啊 不知道 对啊 我们那时候想到他声控的 据说是欸 据说是 就是管方有人跟我讲说 然后那是声控怎么误图 怎么可能 真的吗 我们讲了五场欸 只有那一场发生 还是有人去按啊 就有人听到 可能以为我真的在喊失火了 然后外面的人听到 就按下去 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高 因为怎么可能演 演四五场 就只有那一场发生 对啊 而且这个失火了也不是只喊一次 对啊 也不是发生在第一场 因为他是连续的 就是失火了失火了 怎样 不对啊应该是这样子啊 再一次 失火了失火了 就只有一次是这样子 但我记得发生的当下 我就完全没有做任何反应 我就继续演下去 然后观众好像也没怎么样 好像大概五秒钟就没了 那个东西好像大家都会忽视欸 会觉得说 喔哇你们的曼财 现在连这种 很4D欸 声音都会有Q点 对 确实会以为是音效 对啊 太准了 失火了失火了 我应该先跑掉了 现在的话我们应该就会接了 现在 如果在现场发生什么事 因为当初不是你 可以这么 哎呀什么意思啊 那你会怎么接 一定会发生 一定不知道啊 你现场发生就会知道 我有想说欸怎么办 就说这个不是我们的音效Q点喔 可是当下正在扮演 我怕我这样接 然后我要再回来 如果没有笑声很尴尬 要重启什么的 算了算了我继续演下去好了 管他应言就对了 除非他想了十多秒 或怎么样 真的没办法 我们现在需要跑嘛 对啊 其实台湾人好像都是这样欸 因为我们那个内栋大楼 常常在做那个消防演习跟检查 对 就每一次想起来都不会有人动 然后 就是真的要一直想了 大家才会 问一下旁边说 欸是不是该跑了 嗯 好像有先跑很 今天早上也忽然来一个 防灾演练啊 你们知道那个东西很巧妙吗 国家级警报吗 对啊 那个手机狂想欸 你们的都没有 欸我没有欸 只有Apple 你们不是台湾人喔 你们没有被保护 忘昨天 不是不是不是 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吗 是什么 那个是9月21的9点21分 哦921喔 对啊 今天921啊 对啊 要跟大家提醒这件事情喔 嗯就是 有更好的方法吧 不知道啊 然后试着测试一下 但他真的是921的921啊 哦 他的讯息上面就有先 要花多少钱 在演练啊 对啊 可是前几天是不是真的有地震 有有有 而且 发生当下之后 没有任何 地震文 对啊 对啊为什么 以前都会有 就是没有灾情吧 就连PTT也没有在地震地震地震 还是没有人感觉到 还是没有很大 我也没感觉到 那没地震吧 大家已经不关心了 有啦 你那时候住几屏 6楼啊 哦14楼 所以我们应该比较有感一点 还有新的搬家咯 漂亮啊 呜 什么意思啊 所以说我们比较有感一点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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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兴奋啊 然后说的是 然后我说的是你们比较美感一点 呜 呜 呜 差一点要进去演了 台中 台南 台南 那个场地其实就已经很奇怪 我们使用的时候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什么事 那个场地它是我们租用的时候 它的那个路边啊 在挖水沟 然后有观众掉到水沟里面去耶 陷阱哦 就是一脚踩进去 然后脚都受伤流血这样 这个我也有影响 真的假的 然后他们还就是临时紧急去买那个 那种塑胶黄色拉的那种安全线 就是远离这边的那种安全线 那个场地本来就已经有点奇怪 而且 就不是正规的剧场 对不是正规的剧场 然后旁边又在整修 然后因为那边如果不整修的话 观众其实车是可以停路边的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哪里卡卡怪怪的 那你应该去买什么西卡子跟大家讲一下 那那个时候就是 我们演的时候是没事啦 然后后来过没多久就看到网络上有个影片 就是有一个是神父嘛 牧师吧 牧师 牧师 那个那个场地好像是教会用的 对 本来主要是教会用的 是 那那个牧师在讲一讲的时候 后面的灯直接砸下 整排灯杆掉下来 而且就在他身后几公分而已 对 而且好像他也不是身后 而是他走刚刚走下台 要是他不移动的话 对他如果不移动是直接砸上去 然后那个 砸到绝对巨石 砸到绝对巨石 而且那牧师很屌欸 他那砸下来之后 然后回头看 看完之后 一般人都很恐惧 他这样 哈里路亚 哇他是故意的吗 你的心理素质也太强了吧 那如果是我们在演出 那很可怕 那觉得 那觉得 觉得巨石啊 所以我们再也不敢去了 他可能觉得主有在保佑他吧 对 对这应该会在他们的教会里面 变成一种神机 对 其实就是设备 先出现神机之前 不要把灯杆弄好 好恐怖喔 然后就再也没去了 很可怕欸 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演过一次 直七 那个直安生七 在那边演 看这个影片会觉得 哇很毛很毛的感觉 因为离我们很近 对对对 我记得好像我们走完 下个礼拜 那一段时间我都会 山捕石的往台头看一下 去其他场馆的时候 我也会 我会特别不想要站在 灯杆的正下方 对对对 但是我一直这段不知道要不要剪掉 先讲 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我一直在想说 他会掉下来是不是我们害的 怎么可能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 隆哥一直说什么灯杆不够啊 然后灯怎样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们才多加了一格 不确定那个掉下来的 是不是就是为了我们而加的那个灯杆 不是 可是他也没有不让服装 没有啊就算他要可以加 那也是计算过的 就是你要知道说 他没有计算好 这个结构是 也不是隆哥偷加的啊 不是隆哥 那是場地那邊加的 因為我覺得那個場地 一剛開始我們要去演的時候 不太能演 因為它有一個最致命的東西 就是它沒辦法全登案 因為它有很多窗戶 對 然後是會透光進來的 教堂 所以他們必須先在外面 蓋一個很大的黑布 把所有的能夠遮的地方全部遮起來 讓它徹底變成一個黑盒子 然後再加上就是 剛講到燈感不夠的問題 反正那場地就很不太適合拿來演出 但是也是個經驗啦 蠻酷的 還有嗎 什麼其他的 應該沒了 有 前台的 小朋友被丟在前台真的算嗎 連續兩天喔 同一個小孩 不是 不同一個小孩 就是好像是這一年而已耶 一年內的事就是演那個 台北親子劇場 對 親子劇場 然後就是有一個媽媽 就是她看完戲之後 然後就跑出來 然後就跟我講說 我兒子不見了 然後我就心想說 你兒子不見 你怎麼會來找我 她說我去上廁所 然後我兒子不見了 然後我就心想說 不關我的事啊 就是你放在哪裡 我又不曉得 然後 但我不可能這樣回他 我就跟他說 還是你要去問問看那個 一樓大廳 因為親子在二樓 我說還是你要去問問看那個 一樓大廳的那個 那個警衛大哥這樣子 後來發現他是 自己一個人進去看戲 然後把小孩丟在外面 寫功課 所以他騙人啊 什麼上廁所 他自己也覺得他做這件事 有可能就是他可能上完之後 看完戲之後 出來上廁所 就是之前就是找了他兒子 然後跟他說 我去上廁所那邊等我 這也有可能 但他兒子是沒有進去看戲 他就把他兒子丟在大廳耶 因為親子劇場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才叫親子 他覺得那邊是一個拖音 對啊 是這樣 然後 然後而且這一場之後 隔天又有一個小妹妹被丟在角落 這次是雲軒有發現 跟我說 那邊角落有一個妹妹 可我們已經開宴了 然後就咚咚咚跑去找那個妹妹說 你媽媽呢 然後他說我媽媽在裡面看戲 然後我就說 而且這個比昨天那個更小喔 那個妹妹蹲在那邊幹嘛 就是他在看他的手機 就是他在看影片 我就跟他說 我就跟他說那你來我旁邊這裡 因為他躲在一個就是 你知道那個 來看我的手機 親子劇場不是有兩個樹的形狀的椅子區 他就躲在那個最角落的地方 然後都沒有人看到他那一種 哇 他媽媽好屌喔 很可怕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你要不要來 我說那你來我這邊 至少就是我看得到你 這樣子 然後他媽媽就是出來說 一個年輕的媽媽 多年輕 二十幾歲 比他女兒還年輕 有點太年輕 好像跟我差不多 然後是那種 你最年輕啦 對啦 你最年輕啦好不好 比我年輕很多 就是 不知道耶 怎麼會做這種事啊 我覺得好恐怖喔 不能因為他是室內 就這樣把小孩放在那邊吧 因為那邊的環境的確是 蠻安全的感覺 而且是台北市政府 比其他劇場來說 那個不太開放 然後又一個黑黑的 出不去 小孩子不會亂跑出一個 那個空間的感覺 那個那個那兩棵樹 感覺很適合脫衣 那兩棵樹本來就是一個 就是小朋友的活動區啊 閱讀區那種感覺 看起來 但其實不行 那你們覺得很合理嗎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 市政府應該要有派人員在那邊 不是 關我們的事啊 對啊 沒有那個時候市政府已經下班了 因為演出都是五六日啊 哦 這這這 那玄哥幹嘛說對啊 我喜歡認同你 我每次聽到這個故事 我會覺得 這個媽媽應該有辛苦的地方 他可能真的很想要看戲 然後受不了 你為什麼不買一張票 把他小孩也帶進去 因為怕小孩會吵啊 對啊 不會啊 他真的想要跟小孩離開 那個妹妹很乖耶 嗯 那個妹妹就是 乖乖在那邊看他的手機 還是他要有手機他才會乖 你不知道 那你可能要生一個小孩 他不想看戲 我不要 你幫我 你幫我實驗看看 我還以為你要講什麼 什麼東西 我不要 軒哥幫他實驗看看 生了 哦 哦 生了 哦 我們 我們生了 生了 生了 那下一個就是 哦 恭喜啦 脫嬰中心 水哦 哈哈哈哈 面白幼稚園 我爸爸在演戲 我的爸爸 然後換 礼拜六日都不在 然後換我這邊 換我這邊哭 他那個 他那個性別卡說不定比你還早猜 哈哈哈哈哈 對 然後我們推出了一個 YouTube叫 董森之家 哈哈哈 為什麼生啊 為什麼生啊 他是茅森耶 那你呢 為什麼你是跟董森啊 董森啊 說 誰 生是誰 噠 哈哈哈哈哈哈 呃 還有什麼啊 最常遇到的就是冷氣 冷氣故障 哦 對 這在很多場館都遇到 這真的是很痛苦耶 畢竟 就是 怎麼會這樣子啊 在哪裡遇過 新竹 新竹台南 台南 桃園 桃園有嗎 新竹台南 新竹就遇到 捷運廳就遇到過了 哦 捷運廳遇到一次 就是最早的冷氣 嗯 對 有一次我記得最熱 是演紫蘭森巴 然後 冷氣壞掉 在哪裡 在成功廳 對 哦 對 因為紫蘭森巴 有一段是綿羊 我穿綿羊裝 我平常那個會流汗沒錯 但是都是留在背部 我第一次流到眼睛都睜不開 你眼睛有睜開過嗎 哈哈哈哈 完全沒有耶 完全沒有睜開 我也是 我是直視演熊的時候 在新竹 哦 熊也是滿 乾 真的那個真的是 穿那種裝真的是 遇到冷氣壞掉會死 真的會死掉 好辛苦哦 真的 那時候就很懷念大冬 大冬很冷 哦 然後穿那個上去很暖和 大冬太好 桃園也很冷 對 很爽 沒有就是 超讚 超讚 應該是希望冷一點比較好 希望冷一點 你也冷也比較熱啊 那觀眾就會在下面 哭哭尊啊 對 不會啊 因為坐滿就不會冷了 對 我們是很常 坐滿的 對啊 對 而且笑一笑就熱起來 嗯 我記得最冷的目前就是那個雲泰表演 哦 雲泰超級冷 他是全新落成啊 所以他冷氣已經最猛 冷氣超猛 他的冰塊超多的 對啊 所以 在側台是會發抖的那種 第一次要試麥的時候會需要加一件外套 所以所有的場館都是用冰塊去制冷的哦 不曉得是不是只要一旦要供應這麼大範圍的冷氣是否就要這樣子 不曉得 是否 是否 但是很多大場地冷氣都是冷的啊 就不知道為什麼劇場特別容易出包 為什麼 光是我們跟電影院比起來 電影院從來沒有聽過冷氣壞掉 每次就不良 電影院都要記得戴一件外套 可是電影院沒有那麼大啊 有啦 有啦 有說菜坦廳也超冷的啊 你說像捷運廳我們那時候碰到冷氣爆掉也是 才兩百多人你不是演到星際 超熱熱到星際 我看你去了 哈哈哈 演直男生6的時候 差點去了 對 好可怕哦 新製作星際 對啊 我覺得 電影院好像從來沒有聽過 不要說壞掉 連不良都沒有聽過 百貨公司也是啊 對啊 除非他們真的不良 我們就不靠北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不是也是 一定是可以克服的 產業化的問題 就是因為劇場圈 文化圈 封閉 就是沒有那麼多利益跟產值 所以當然就不會有資本投入進去 就是哦你要在借場地 錢來照收 然後我還是每年給你調漲 對啊 最重要是你調漲那些錢 都沒有好好拿來更新的設備 而且百貨公司電影院一直蓋 都沒有新場館 對啊 對啊 所以大家就說你不爽你不要演了 對 沒有地方可以選了 對 哇 那我們要不要辦產業 結束了 不然我們去當醫生 不是要自己蓋一個面白大樓 那要有冷氣嗎 就等下蓋面白大樓 我們開始抱怨說 哦那冷氣的這個系統真的是不好的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不是冷氣 這個叫綠建築 對 我們冰塊沒有那麼多 對 原來這真的是蠻麻煩的 前面牧生是不是要講什麼 對啊對啊 剛開始演的 不是剛開始錄之前 說等一下 哦哦哦 哦 我在演那個 蠻茲光榮的裝紙兵法的時候 我下午場玩 下午場跟晚場兩場 我下午場演完 中間去開刀 開痔瘡 哦哦哦 然後晚上是 塞 屁眼塞滿了棉條在演演出 你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血流不止 那可以走路哦 還是可以走路 就是一 痛是一點點痛而已 但是重點是 像月鏡一樣 呵呵 我是要 我是要鋪衛生棉在內褲裡 那那時候不開刀 錢是很痛的 也沒有 但是會一直流 那我什麼會排那個時候啊 因為不得不開啊 那 因為我血流不止 別的時間了 沒有他是演下午場的時候 我前一天爆掉的 前一天開始流血 前一天晚上 然後隔天就進去場 哦 然後進去場演完一場 因為我是有墊子 想說應該 流一流應該就會停 結果沒有 哇 越流越烈 都是真的是很紅的那種血 對 這樣不會平血嗎 還好耶 因為好像也沒有到那個量 500cc的程度 不知道 應該沒有到 應該沒有那麼誇張啦 棉條一條也才吸幾十而已吧 對啊 你這個心態就跟女生 第一次來一樣 不然先墊一下好了 啊越來越多了 好怕喔好怕喔 這是正常的嗎 從類似之後就開始長出女路了嗎 所以你很很能體會女生那個來的感覺 哈哈哈 對 我很常好像會身體 就是在演出前出一點 所以最近不是那個嗎 對 最近是 倒數婚姻 倒數婚姻 然後要記者會的時候 11點記者會 然後前一天半夜 睡覺的時候 想說奇怪 嘴巴裡面怎麼有個怪怪的東西 然後我就去廁所 一開燈看到 門牙不見 哈哈哈 被我含在我的嘴巴裡 我好險沒有吞進去 對啊 還好 還好我有起來 因為我就覺得 怎麼嘴巴怎麼怪怪的 然後去廁所一看就 嚇歪了 啊吞進去會怎麼樣 吞進去我就沒牙齒 就找不到了 他在屎裡面撈一撈啊 可是那就要過個兩三天 我晚上就要演出 哈哈哈 這都講話會漏風 會漏風啊 就是 可是那是你睡到一半的時候才感受到 還是其實還沒入睡 沒有已經睡了 哇 其實應該那時候已經凌晨了 快要起床的時候 那時候你不是把照片傳給導演 說不要外流 結果幹 他給我PO在臉書上 哈哈哈哈哈 兩個截圖 對啊 他說的確沒有外流 我只是PO給大家看而已 臉書是我的個人領域 嗯 那你不是還有喝醉摔斷手還是腳 演出嗎 沒有沒有 是摔破像 哦 就是我整個嘴唇 我從屋頂摔到二樓 陽台 喝醉酒回家 喝醉酒回家 然後發現忘記帶鑰匙 然後我就爬屋頂 然後爬 要從屋頂跳到二樓陽台的時候 想說奇怪 奇怪 怎麼好像站不太住 然後我就整個臉朝下 哇 那你媽的反應不是也很好笑嗎 就是 那有人騷動 他說屋頂怎麼有人在走 應該是 他就想說可能是木森啦 然後再過幾秒就聽到 砰一聲很大聲 啊 啊木森嚇嚇嚇 光聽就知道 而且一剛開始還不是以為是貓啊什麼 而是說黑木森 代表走不止一次 一聽到 有走大概第三次 所以你在走的時候 你爸媽說 嗯 OK 這次 啊失敗了 怎樣 有點是喝酒吧 對喝酒 欸 還好不是因為 隔天要演出 這邊是二樓陽台 這邊就是一樓了 差一樓 如果我是走這邊的話 我掉一樓就死了 死了 死了 一定死啊 一定死嗎 一定死 三樓到一樓還好吧 還在你 下面是 硬的磁磚耶 哦 啊你二樓是什麼 也是硬的磁磚 也是 硬水泥地 你很壯啊 也沒用啊 看 從二樓摔下來 哇 都門牙噴掉 那天是隔天要演出 那一天是 沒有 過一陣子才要演出 但是我有演出前 那個 眼睛整個腫起來 然後黏在一起 早上然後這樣子 這樣子把眼睛掰開 你跟董哥一樣過敏 岩屎整個黏在一起 然後眼睛腫 為什麼 就忽然過敏 對啊 感染啊 然後 你會把你黏住 這個很嚴重嗎 一直到下午就蒸不開 就是我後來 那天是故事通常開幕 然後我去的時候 我都戴墨鏡 你沒蒸開喔 人家開幕 沒有就是這樣子啊 一閉幕去開 人家開幕 眼睛超級腫 我還有照片 哇塞 已經超腫 應該要請人幫你填一下 董哥那時候照的眼睛也超腫 哦對 去急診的時候 哦 那個是 釋錯藥 對 我發現其實牧生 的醫療行為 好像比我還多 啊 我想想 醫療行為 就是你真的受過的刀傷啊 開刀啊 什麼的東西 住過院啊 什麼好像也比我多 但他都是外傷照 他玩得很瘋 然後你是由內而外 對 有一次你不是跟我們演搞笑者們 然後晚上要演出 我們下午就在旁邊籃球場打球 然後在那邊灌籃 然後就腳又扭到 哈哈哈哈 而且是超級腫 整個腫了跟米菇一樣 然後晚上上來 鞋帶已經綁超久了 還是 我根本你還沒 踩一步都超痛 可是我覺得很強 你還是演得 看不出來你受傷 真的哦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很習慣了是不是 很可怕 就有點像 腎上 而且那一次因為是戶外場 就很放鬆 嗯 然後還喝 先喝酒 然後喝完酒去打籃球 就是 軟軟 全身軟軟 還要在那邊灌籃 你喝酒受了多少傷啊 不要喝了 喝酒物室 對真的 有趣 好可怕 好 今天跟大家來聊聊 劇場的一些奇溫意識啊 那今天的大喜利題目就是 發生了什麼事情 讓面白的票在剛開賣的時候 就銷售一空 欸 更閒 發生了什麼事情 讓面白的票在剛開賣的時候 就銷售一空 售票系統出包了 欸 直接幫你賣完 哈哈哈 來 阿亮先來 發生了什麼事情 讓面白的票在剛開賣的時候 就銷售一空 我們該舉辦成人展了 哦 我們要裸體嗎 看四個大叔嗎 不是啊 我們請女優來啊 只是用面白的公司去舉辦 哈哈哈 變換公司 對 可以辦在小巨蛋了吧 可以可以 來 董軒 發生了什麼事情 讓面白的票在剛開賣的時候 就銷售一空 這次的特別嘉賓是那個鬧場的 哈哈哈 有那麼多人想看 桃園人可能會想看吧 對 朝聖一下 朝聖一下 就他就他 就他 就這個大姐啊 有了 來 阿亮 發生了什麼事情 讓面白的票在剛開賣的時候 就銷售一空 這次面白 決定只賣兩張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兩張是你們四個人要包著他們演嗎 哈哈 對 包著耶 四面八方 環形劇場 以前不是有很多演員演過那種 上舞台上的比舞台下的還多 哦 對 在講苦日子的時候都會聽到這樣的故事 不知道什麼樣的感覺 我這句話很屌 他這句話很屌 好討厭 從來沒有 就是什麼樣 我從來沒有體驗過 哦 如果舞台上二十個人在演 然後觀眾十個人 然後有四個人是準備在舉紅布條的 哈哈哈哈 四個人太多了吧 兩個人就給舉了 對啊 為什麼要四個人 應該是演員場 演員人數太多了 兩百多個演員 哈哈哈哈 不曉得那麼多啊 哈哈 大追頭 發生了什麼事情 來 穆森 發生了什麼事情 讓面白的票在剛開賣的時候就銷售一空 我們決定 更改演出的內容 演出 18招 哈哈哈哈 泰國的表演了是不是 18招是什麼 18招 其實蠻噁心的吧 拿18招 哦18招哦 18招 你很喜歡18招耶 哈哈哈哈 他好像有那個耶 好像有用 就是可以用妹妹開酒瓶啊 什麼的 欸 看好痛哦 你很猛耶 很喜歡這個耶 哈哈哈哈 沒有 只是因為有看過 覺得很神奇 之前臥底大喜利 你也是出這個答案 真的假的 就是那個什麼 動物園 提升他的觀光的 哦 你就說在動物園表演18招 哈哈哈哈 哦哦 鮑魚 對哦 鮑魚表演 鮑魚們在表演18招 之類的 欸 我到現在才知道 沐森在講什麼 18招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一直以為是什麼 降龍18掌之類的 哦 去泰國不是都會看那種秀嗎 成人秀 你們去那麼多次有看嗎 我們不做觀光行為 那你們有 他直接對你做18招 誰 找一個女生在對你做18招 你說誰 那個啊 哈哈哈哈 什麼東西啦 你們有去看人妖秀嗎 沒有 但我以前 我以前看過 哦 因為我們都以前看過 都會唱鄧麗君的歌 不會再想要看第二次 看到睡著了 哦 不好看 不會呃 就彈那個體驗一次就好了 對啊 原來是這個 他們好像還有座外給你看的 哦 就是男女座外 然後最後還 對對對在台上 啊吃起來 就是跟雞雞打鼓那是同一場秀對不對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 我記得他那種是就是真實真香實彈做給你看 真實八招 哈哈哈哈 雞雞打鼓那個表演就直接叫雞雞打鼓嗎 嗯 不然 應該會有一個很酷炫的名字 這是第二題的題目吧 慢慢 六點半雞雞打鼓 哈哈哈哈哈哈 要怎麼跟媽媽說啊 好 那我們來念一下本週的留言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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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歡迎我們的美聲小編 陳婉芸 好的 那我們來看我們今天的第一則留言 日中粉絲說 用得到哦 上一口上一用不用得到要看職業 總之 演慢才應該是用不到 好棒棒哦 陳婉芸說我應該算中部還是南部 睡覺前一定要打開面白的節目 聽個一集才覺得一天真正的結束 喜歡大家自然 董萱的笑聲 木森的大辣辣 哽咸的咪咪 阿亮的無理頭回話 工程師雌性的聲音 Coco真的是讓我覺得佩服 一個在男子軍團裡的女生 真是厲害棒棒 希望面白可以越來越好 大家都要照顧好 上次雲科場當天上班無法前往 許願雲林辦一場啦 我雲林 雲林 哇 只有哽咸是咪咪演 那種人生的特征而已 呵呵呵 只有我是身體的部位 對啊 Easter Easterline說 好喜歡哽咸 橘色愛心 嗚 9月3號在新竹看了第一場 直男人生九個 一個週末 9月9號又進場看直男人生 三桃園場 喜歡面白 喜歡哽咸 兩個橘色愛心 讚讚讚 好爽 橘色的哦 愛面白的軒說 好喜歡面白 好喜歡阿亮 好可愛 那就是愛面白的軒 呵呵呵 是不是董軒自己留的 你留的然後你喜歡阿亮 你愛我 呵呵呵 你愛我 I am卡斯卡說 面白最高 Podcast的陪伴感比影片更強 很喜歡大家聊成立劇團前的事 黑暗面成長背景等等 可以更認識搞笑以外的你們 讓面白五味在我心中更立體了 卡斯卡斯卡斯 原本是很平面 原本很扁吧 今年第一次現場看面白演出超好笑超紓壓 但不認識面白的朋友一起看 結果他笑得比我還誇張 PS在前台看到Coco本人內心狂尖叫 好喜歡面白的大家 特別告白阿亮插畫神的一筆 常常讓我笑到不行 怕生經事證我真的不斷不斷重播有夠喜歡 希望能再聽到更多作品水翁翁的眼睛 水翁翁 那我就畫個插畫給你了 喜歡你插畫 哎呦 感謝面白一直帶大家很多很多快樂 祝董萱 梗賢 阿亮 穆森 叩叩 悠悠 健康平安 事事順心 希望之後Podcast或直男人生 有機會繼續找C追回來合作 QD 未來也繼續劇場相見 紅色愛心 有有有 宇軒咧 梓浩咧 不想留了 阿 會心咧 對啊 會心咧 會心咧 不想留了說聽學長聊天 一樣為宗教大的學生 為宗教 誇好 曾經在銀杏術營當過梗賢的主員 被搞定過耶 是喔 被搞定過難的 難的吧 哇 絕對被你搞定了 難的耶 跑不出你的魔法 你表弟耶 難的耶 哇塞 難的耶 聽Podcast在聽學長聊天 有時候對話的感覺 感覺像當初討論銀杏素銀開會的時候 董軒依然的和蔼可欣 因為種種原因 今年才開始收集直男人生 希望可以在高雄廠抽集完 原來我們是戲學會喔 對 他是說你和蔼可欣還是橫哀噁心 橫哀噁心耶 為什麼一定要把這個抓回來用 這個很好笑 又又又 你和蔼可欣沒有 我看你是橫哀噁心吧 非常屌的韻腳 你要不要把這個IG的個人介紹打橫哀噁心 橫哀噁心的董軒 的可愛可欣 好像不錯 然後就成長到十萬 因為這個 阿柏師傅說 很喜歡心情調式那一集 因為這集更喜歡阿亮了 39分57秒 怎麼所有人都要搞你的感覺 一個前後呼應也太厲害了吧 好笑 我也覺得會把結婚資訊發在社群的人 不是很重視 但忍者事件對我來說 的確有點太多XD 忍者已經變成一個事件了 真的耶 很喜歡聽你們聊天的感覺 可能我也是喜歡討論心理 或是生活的一些小問題 就會覺得聽你們聊 我也很想聊XD 覺得自己個性很像阿亮 你們聚在一起就是棒 謝謝你們帶給我一個開心的一小時 當然有很多集YT影片是很多小時 兩個粉紅色愛心 做自己喜歡的事才會有動力 也的確影響我很多 希望你們也要找管道舒妖 愛面白 愛耿仙 耿仙仙 家衛仙啊 愛耿仙 董軒阿亮木森扣扣 跟所有幕後白波波大神 留言以上 還差藍色還有黃色的愛心 還有黑色的耶 對還有黑色 還有黑色的愛心 黑色的 那不就黑心嗎 黑心 那不就是左手抽黑心 七星 好 我們再來呢 會有一個live podcast 什麼東西啊 受到正成集團的邀請 真成 那我們的那個live podcast的時間呢 會是在10月的21號 禮拜六 對 那切切的時間應該會在臉書 或是IG在公告給大家 我也要去看 咕嚕欸 你也要參加我們的決鬥吧 我不要啊 你們自己殺 我有演出 所以我沒辦法 欸不行 不行 我要去明花園 你獲勝 你輸了才可以去明花園 輸了就死掉了不是嗎 對啊 輸了也不能去明花園 好的 送個屍體給明花園 抱歉 好恐怖 弄死了 你們的演員 他在我們的決鬥中落敗 他可以來演你們的戲 還給你們了 好 那今天的節目就錄到這邊 喜歡這集的朋友 可以到Apple Podcast 給我們留個五星好評 喜歡喜歡 那想聽面白聊什麼主題 也都歡迎留言給我們啦 那就謝謝大家 我們是面白大夫 有了辛苦 我跟你們 一定有人笑得像女巫 Just like